手游酷玩 再一次出发隐身 让分身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选择躲到另一个小小内 现在也是没有分身了 然后看到对面这个孤狼 这不是孤狼 这好像是 不是孤狼对不起啊 看错了 击杀对面之后也是 被打了被他的技能蹭了好几下血 然后再一次放出分身 这个分身的位置不是很好 然后找一下对面 A了一标之后 对面明显也是看着我了 但没有关系 这位置直接选择开起大招 但是有点浪费 其实说实话 封门忍者的大招呢 其实比较 最好的是在人比较多的地方用 现在确实是有些浪费 但是 如果说我刚才不放的话 应该是没有的 再一次击杀对面 这个 你身为一个狙击手 你跑这么老远干啥呀 刚才那个人 这个自身的位置没有弄明白 他直接冲到我脸上 你说我一个突袭 我是能趴你 还是能怎样 稍微注意些后边有人 直接放出分身 然后找一下他的位置 找到之后一表 再一表没有打到 然后再来一下 又没有打到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被强体打 对不起 哥 那个 刚才说你这个有点过分 说你到我脸上 有些这个自负 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在杀对面指挥馆的时候 从背后出来 直接一箱给我带走了 哎呀 可能是记仇了 这个人开不起玩笑 这位置和分身互换位置 然后持续去 不要给他一些喘息的机会 但是他已经躲到了家里 并且他放出了他的手雷 由于他的手雷 是有这种范围性伤害的 所以说我本身比较怕的 我的分身 砍了一刀八刀斩 但是只砍了八十 然后我后边明显是有人 但是撞过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晚了 然后好像 这些人对地图的熟悉感 好像比我要稍微强一些 大家在玩王牌战士的时候 由于王牌战士 已经算是除了能有 几个月 不到两个月 好像没有两个月 游戏出的时间 虽然说可能是 不算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了 但是很多的角色技能 可能大家也没有见过 大家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最好是在之前 看一遍所有英雄的技能 就算记不住 也是稍微有一个大概的理解 因为有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在面对独狼的时候 如果说刚才那位置 我跟他对品 然后我被他的手雷 三个直接炸到的话 瞬间就是没了 这个还是熟悉技能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玩游戏的方式 也是看到对面 然后直接开启分身 然后指挥官 但是我不是很怕的 再躲他一枪 我就能杀的 我的队友好像是比我先杀的 因为我最后一表是45 他说他血量肯定比45多 好像是对面杀的 我家是烈士 我的天哪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王牌战士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